六四事件迈入34周年这一天 尽管香港维员连续第四年 没有举办烛光悼念集会 取而代之的是家乡市集嘉年华 不过警方依旧严正以待 期间带走了涉嫌破坏社会安宁的23人 包括以涉嫌妨碍警务人员执行任务的罪名 拘捕了一名53岁的女子 根据港媒香港01引述警方 23名被劫查带走的人当中 有11名男子12名女子 年龄介于20到74岁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今天凌晨在推特发文 表示对这一次的逮捕行动感到震惊 他们敦促警方立即释放 因为行使言论和和平自由集会的人 而遭到拘留的人 同时欲请港府履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所规定的义务 主日文权利和政治区别人 直接使用信息 人士务高约员 市高约兰 大自然 任务 在 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